好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台北市今天也连续接获了两起疑似瓦斯外泄的报案 瓦斯公司紧急检修 信号并没有发生意外 而除了要全面检修地下管线之外 台北市政府也决定在三个星期之内 就举办瓦斯外泄的消防演习 警销人员接获民众报案 紧急前往台北市万华国防社区 探测瓦斯未来源 瓦斯公司人员也到场进行检修 这里的居民已经连续四天闻到空气中 飘散着瓦斯味 在高雄气暴事件发生之后 更是害怕立即报案 原来是当地这几天进行水沟工程施工 疑似造成老旧瓦斯管线受损 让气体外泄 同一天在台北市松江路也传出瓦斯意味 瓦斯公司人员到场了解 是管线间电圈老旧导致微量外漏 经过维修后已无大碍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台北市府将在一个星期内 对四家瓦斯公司进行地下管线安检 也要求业者要全面检视老旧管线 并计划在三个星期内 进行瓦斯泄漏消防演习 以确保民众安全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